好 答應你們說昨天要 要口禁 對對對 這是重點 因為昨天的故事講完了嘛 就是那個 那個槍跟山羊的故事 真的 那你們常常來吧 常到社長去 給你們一起猜 你們幾位聽過就 知道的話就 稍微賣個關子 欸 還有兩位男生呢 昏倒了 沒有菜 對啊 沒菜 沒了 沒了 給你們去猜 給你們去猜這個動物 小鳥 畫眉科的 我來吹 然後給你們去猜到底什麼動物 常聽到 聽過嗎 聽過嗎 聽過 聽過 什麼鳥 灶媒 什麼灶媒 再吹一次 好厲害喔 有 有聽過 好 路上都是 路上都是 對 這個也有 這個好像比較遠耶 可是聽到的都是覺得是比較遠的 是不是 好 第一個 就是我們的 冠影畫眉 他是冠影畫眉 冠影畫眉 就是頭部 那個頭髮 跟那個什麼 背科漢一樣 豎起來 然後剛剛後面的第二個 就是 白耳畫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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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現在吹的是就是 大館啾 大館啾 他有個小小故事啦 就是因為從三月份到六月份呢 他們也有 承重接待的時候嘛 有 然後呢 那個 公德會叫母的 老婆 老婆你在哪裡 然後這樣叫 好像喔 後面這個好像 超厲害的 對 有像嗎 有像那種天空盤全的 對對對 大館啾 我像目前吹的是比較 接近雏鳥 還有帶痛風的還沒吹 哈哈哈哈 那 母的要回應啦 母的也需要嘛 老公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他們這樣叫 然後他們在樹梢結束之後 老婆又跟老公講 老公啊 你三十八天以後再來看我們的寶寶 他從結合一直到破殼 大概是三十六天到四十二天嘛 我就做到三十八天了 他就破殼了 老婆就跟老公講說 老公 記得來看寶寶 謝謝你喔 他離開了 就很舒服的回去 不是 誰舒服 再來一個 我 這個叫竹鳥 這個竹鳥非常小 小到可能只有不到十公分 而且他很害羞 看到人類 看到他自己本身 其實他的動物他也怕 只會聽到他的聲音 不容易被人類看到的 一個 竹子就是竹鳥 對竹子就是竹鳥 不是竹鳥 不是竹雞喔 竹鳥 很小 他會這樣叫 這個就比較少聽 應該你們比較少聽 對 因為他聲音不會很大聲 你們要很仔細去聽 就像我鼻子就很容易去聞 聞蛇在哪裡 他們聽不懂 你看那個熊木聞一聞就說 裡面有蛇 對啊 就嚇到 很容易聞得出來 他那個味道有點 那個味道有點 不是叫臭 那味道 講一下 有像哪種食物的味道嗎 有點像杏仁 有點像杏仁的味道 杏仁又太重 杏仁乳還是杏仁 就杏仁 我們吃杏仁粉 那杏仁如果說你怕 不要太濃 我那個味道 再淡一點 就是那個味道 每一種蛇都是那種味道嗎 差不多 真的喔 他的體味都會這樣 然後他如果有人經過 比如他在樹洞裡面 我們經過 他會起來 他會散發出一個味道 所以我在那邊的時候 稍微聞一下 有 他不容易出來了 那個是橘池式龜殼化 因為我藏上那邊看到他 就那個木頭 他會在樹上 就是躺著那個上面 曬太陽 也一次我猜疊 因為眼睛不太好 經過的時候 我去看我的眼睛 然後 因為經過會摸 摸到他尾巴 然後頭就這樣 嘶嘶嘶嘶嘶 好恐怖喔 哈哈哈哈 因為蛇是一個大蟒 就是他眼睛不是很好 他是用舌頭去感應 感應溫度 所以一般毒蛇 通常咬到食物的時候 咬一下他就放掉 其實他毒一直在裡面 然後比如說老鼠咬到以後 走的時候一兩五米以內 他就倒了 他就順著他的味道 就嘶嘶嘶嘶嘶嘶嘶 就吃了這樣 好 再吹一個 大家耳熟能詳 起遠點好了 起遠點 起遠點 好 要去喬一下 不要把玻璃吹過 所以這個肌肉 有時用到太用力了 會痠 好厲害 會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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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知道這個有多難得嗎 我來吳自己聽過兩次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 好 我們先緩一下 這個一吹就會痠 他就沒有練 會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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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痠